大家好,我是白天,来录下一个观众的访问 有观众有发了一张这样子的行为一张这样子的 首先老实说,像这个的话,黑色这个,像这个行为几乎不见 为什么这么讲呢? 既然vinyl就是犀牛或者是说soniverse这一类的 就是说这点你看就是说很硬的这样子一个慢慢拉慢慢接接出来 那通常都是为了那个开模生产,就是说产品生产而做 就是说模具精工,它肯定跟这些有关的 像这些的话,它更多是死面和服装的这个行业 像这类布料的,我建议是画CD,你把这个型画出来CD 然后再去跟那工厂共同会更好一点 就是说就因为画3D的时候 你这个3D对哪个这个即使这个东西生产出来对吧 也不可能拿你那个3D图肯定是哪CD图 因为所有的家具,它肯定是画CD,而不是画3D 像这个的话,全世界有一张就是一体开模的椅子 那张很有名的,我忘记叫什么,反正有好几张的 那像这一类的那是可以画的 那这一张黑色的要画真的要画 有vino的话,我会经常破解版有个插件 但是呢,那个插件叫啥我不知道 因为我公司大部分都是用正版的 所以说不会给我买插件,有这个情况在 对,所以黑色的这张椅子就直接就不画了 那就直接画这个,那画这个的话 说实话吧,我也是刚刚那个看这样图 我也是对,画这个我也没怎么把握 我说实话,因为这个东西 因为我不是画那个第一刻 就是我没怎么画过家具 这这是第一个就是很坦诚的这样子说啊 好,那我先把这个图给导入进去啊 我觉得会是一个挺漫长的一个这样子对 好,那这样子画的时候呢 那首先这样啊,能看得到这是一个 一个曲面对吧 好,我先把这个图给锁一下 好,那再锁那就以后就没法移动了 下面这个角那肯定都是很简单的 那主要就看上面这个面怎么去画啊 这是一个重点,那画法的话 我觉得是这样子应该是有两种啊 两种的话那第一种的话是这样子 嗯,大概我就那个我就不开三个了 我就大概以画这个形作一个就是基准对吧 然后把它画完啊,就是这样子一个就是要求吧 或者这样子一个的原则啊 然后这个部分的话我先原着这样子啊 不好意思 原着这样子然后去把那个 线给拉一下啊 那这个线大概拉一下这样子 因为这个形说实话还挺难画的 Sonyverse,我还真 这个形其实像这样这样这类的形的吧 首先很少会这样用Wino去画 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形式很复杂 你Wino画的时候很费功很费劲 反而Sonyverse去画这个形会更好画啊 你现在看到我会旋转的这个形出来 好,那这时候 呃,开始就是 对,把这个什么拉到这边过去 因为我们正面已经有了 那这时候吧 我是想说把这个拉一下 不知道能不能拉出来这样子 试一下吧 好,怪不得Apps没有打开啊 好,那回到刚刚话题 所以说把这个形我的建议是 就是我不太建议用Wino画 就是说你画这个真的我先从谁里 你看现在就是我就这样子慢慢拉啊 之前其实有做过那个视频 就其实是同一天发布 然后就说怎么去短时间画完这个 就是说一个有机型吗 那基本上我都会用这个方法 你会看到这个方法 其实很快 但是有一个什么样问题 对,你会看到我在控制点 我一直在调啊 然后你看 拉完这三个 然后有一个小小曲面对吧 那如果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那有什么问题 对,如果我控制点不够的时候 对,我就我需要重新再拉一个 这就是这种画法的问题 但是有个好处什么 我能这样子 你看到其实我 我现在这样子大概拉慢慢拉啊 慢慢拉拉的好像 你看到其实有点差不多 从侧面还有正面 开始不有点像这个型呢 我觉得是 但是那个型啊 我大概反而还是大概拉吧 因为有些就 因为不可能说我再重划 然后那你们再等一遍啊 因为时间有限啊 你看到现在反而去侧面 看了也差不多 那我们可以去那边看一下啊 那这样子 椅子的一个侧面和正面的形状 我们算是有了 对吧 这一点我相信没有人会质疑 对吧 好那这时候就这样子了 我们需要做什么 对啊 这样子侧面和正面有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这个行李拆掉 那通常 因为这个画法是最快的 说实话就是说 对,没办法 那个 还有一个地方的画好的 这里 顶色这个部分啊 对 这个部分 我们要往下拉 对 因为剪的时候就那个啊 因为像这样子 对 OK 那我就大概这样子剪了 大家不要太在意 然后画法是这么画啊 因为不可能说我慢慢给你们说啊 我慢慢拉一条曲线 拉一个什么 就给你们去调整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什么 就是之前那个就说 说够两条线 然后就是说双轨路径另外一个画法啊 就是那个 那个是另外一个 就是啊 另外一个表 另外一个画法 那就那种属于什么正 就是俗称的一个什么正统画法 正统画法的话 反正就是说那 可能完整度肯定更高嘛 对吧 这个不用 不用那一个 不用去怎么样 就是说不用去质疑的啊 啊 不对 这要先好啊 然后这时候 的话呢 对吧 应该先一点讲一点 那就真的 这个老师啊 然后这时候我们需要就把这个 我们先把 对 看看那个是对的 我们先把那个什么 对 我们要把这个线给剪一下啊 OK把这个行为剪一下 哎 因为这时候你们就能看到了 就是这样子一个形状 就是通过这样子一个车啊 好吧 哦 懂了懂了 哎 这那时候画不应该叫黑线的总结 那现在在画 算是啊 噁心了 好 那 然后这时候也看得到 就是说 这样子 OK 没事 然后这时候 好点是这边 我也忘了 我通过看这个 我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就知道 像这里啊 我们就要把这个行为往外拉 哎 啊 这样子 双向拉伸 鼻子上面 就是我一边画边想啊 真的抱歉 因为没有时间说啊 我一次性想 好 然后再这样子啊 然后这时候 像这样子 对吧 好 然后我我们在鼻子这边 我们再把这个图给插进去啊 也是 顶是没有这个图啊 啊 没事 啊 我们 只能说这样子 拉多几遍 然后调整一下 好 那这样子意味着什么 可能是什么 就这个 意味着 OK 这个也行 反正就是这样子 好 那这时候我们有了一个前世的这样 我们有这样子一块面对吧 有这样子一块面啊 这种就是说 其实是比较简单的方法的话 这是这 给你们 然后这时候我们进向一下这条线 对吧 进向一下条线 拨备一下 又是这边进向 进向完以后 考到这个 对 再考一条 然后在前世这边 对 然后这时候把这条线给混接一下 给你也看到对混接直接拿到这样子接就可以了 没有关系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需要什么 对就是这样子一个型 我们需要把它给剪下来 对 好 那这时候 我们先把下面这个删掉一下 因为下面这个凳子的这个曲线我们都有 对吧 那这时候 因为这个用弯的话 你要快速一天来表达肯定不可能的 那肯定是换好几天的 现在给你讲就是说一个快速画出来的一个方法 就是这样子啊 然后这时候你看到对 大概这样子一个面也有了 然后正面侧面 你看到其实也出来了 那有什么问题 对上面的这个上面这个啊 我不小心我拉高了啊 好 那就这样子 我再把这个形给 拉一下 就是说不能让它这个超对 不能让它这个超速 然后再打开一下控制点对 然后让它中间的这个低点啊 让它中间的这条线给稍微拉低一下 对 拉低主要 然后看一下那个喜欢不变啊 那这样子让它什么 就是说中间的 因为你做嘛 有那个凹槽 那只能说这样子去画啊 这样这个是一个比较快的方法 OK 然后再下就是这里 这应该是这个点 好 那中间的这个点 我们往往凹处一拉 哎这个做的位置 哎 明显就 你看 那其实拉什么 你看这要线 我要对着这个屁股 这位置 拉完这个应该照 老师应该是差不多了 好 那 两面差不多 这样子 我们再剪一下 那这是最好 那这样子 我把这两个面给组合一下先 哦 好吧 中间看了不小心被我剪掉 还是剪到了 还是怎么样 好 这是最快的一个方法 然后把这个形给画出来 哎 这起来 哎呦 看来还是要环游回去啊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 OK 好 那我们继续回来 哦 我知道 左右两个面 然后我没有选到那个 我只选了一边 我没有选到第二边 原来如此啊 好 那这时候这个小姐不用管他 然后就说是我剪了一个问题 那这时候这样看 从正面上面来看了中间这个 你们到时候画那个就是不要从我这边有线的那面 就是这条实现了这个面具姐你们用那个 另外刚刚我那边的反方向啊 我刚刚没有没有想到啊 非常抱歉 好那这时候你到时候把中间这个部分往下拉一下 然后这个部分不要像我这样子把线给好好调一调啊 那最后一下就怎么去做了啊 呃 直接对就是一个面的后路哎 哎你看啊 对就是这样子出来出来以后你可以一开始调的一个好一点 然后最后怎么进几个抽壳啊 因为我最近时间比较有限 只能吵吵的去讲那个我怎么建啊 呃 对反正就是说这样子抽壳 那穿起来他肯定比较费时间啊 好那我就把它先取消掉了 那反而画法这样子一个好 那这然后这个一个结束以后对吧 还有第二个画法 第二个画法怎么样画了这个对 第二个是这样子 我需要把这些线都给扔掉 呃都给重新调整 呃 好那这样子 这些我先都删掉重新再来 这也是第二种是刚刚那第一种快速画法 但是这个有什么缺点 你要花时间慢慢去 呃 刚刚那个就是说看你那个感觉就是很看你那捏型那个功能去用 因为我知道插件的话他们肯定是可以更快的这点是无可置疑的啊 但是呢那个 呃 如果没有插件的时候像我自己的话 我通常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解决啊 好那这时候你看到对这是背部的一条线对吧 边缘的叫线啊 这是第二种方法啊 好那把外围给拉一下把外围这些线啊 那其实个人来讲我我我建议是对称的 你不对称时候后面画很麻烦尽量对称因为 你对上你才有办法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什么就是说一个聚焦点 就不能说聚焦点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就是说啊对就是说什么这一些端点啊四分点等等的那些比较好找 就是说你对上的时候比如说哪些圆 他增圆度就是说更完整的那更容易补大那他肯定你四分点你肯定能抓到吗对吧 好那这时候大概草草的这样子勾了一个这样子出来 然后这个方法其实之前我有讲过在别的视频里面啊就是那个画 那一个就呃 建模的就是双轨路径方就是他的另外一个画法吗对吧 好那这时候我们就开始来了 那一开始我们这个点对吧 我们先把他拉到这里来对哎你看他开始有条线了然后这时候哎我还好还好那个换真的又看错了啊好那这是第一条然后这时候上面的左右分别这几个点啊这时候你也懂为什么我说对上对上原因就在这里啊所以说其实就是慢慢这样的拉 哪新牛啊最麻烦最难念的也就是这一这一块就是说有 玩点的时候你能玩的多好就是说慢慢拉这个拖这个点这个点反正就是需要时间慢慢去练练出来的就没有办法说我速成就很多说啊我能不能说我自动生成一个啊反正就是说3d 因为软件里面有的我前面几集或这几集这些方法我都告诉你们了就你想再快真的没有办法了就说有些东西真的还是要要要慢慢说啊我基础那样子慢慢不是说我想这样子而是说啊这个真的是软件限制要么就是说他有个办法就是说你去 去练那个3d max3d max的话就没有这个就没有这个问题存在你就可以随便念因为3d max是比较没有解操的一个软件那很多东西你不需要说啊我去口就是说在这个细节讲这个情况啊好那这时候你又看到我这个情况慢慢给拉出来了看得到吧好那就是我那我再慢慢拉一下这样子啊然后这样子ok那这个点和这个点就说要我要慢慢我我需要慢慢去选这个 那一个点啊那一边间你们讲一边去好好交流交流吧对所以说有一些东西你要记得就说新的他是有一套偏工程的一套软件就也不能说很工程就比起soniverse他的确没那么工程这这是实话啊但是说他更多他所有的 呃模型事物对吧他还是为了那个 就是说画那个cd吗对他肯定还是属于他cd的制度软件这一点我觉得不可否论嘛对吧好这时候点你看到我走是不对称的 你们画的时候紧张了对真正的我骗你们我就这样子慢慢拉啊好那个in这些多一点点关掉那你们就说很多时候就呃就微信问我说啊慢慢拉麻烦对的就是这么麻烦这个这些就是麻烦的东西啊说实话真的没办法解决这个这个这个真的帮不了你们就是说如果你说我还想再快点呃再方便啊没有办法就 这有些就有些就真的没有止境了这个有些就真的说呃只能说呃对就是说只能说这样子慢慢键所以说像很多有机型 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键原因不是说有不是不喜欢有机型而是说有机型真的很很费时间所以说你会看到很多工业生产什么没有什么必要说他不会用有机型这样子的形状去呃去建模啊所以说呃千万的 不要就是说如果是做事先千万不要乱人坏有机型特别是刚毕业的或者是说上课时候坏有机型的时候第一个生产难度非常高第二个是还有什么问题的啊 会给你的同事很大的就同学话很大压力因为建模也其实也不是一个很舒服的活对吧那你也是一个很辛苦的活那你在换个有机型这不做什么对吧你同学不把你恨子再乖好 那个废话不多说好那这时候我我们就这样子顶尸这块好像 好吧顶尸这块还得要调整但这块 好像没有顶尸多我我我也我还要找点啊那像这种就是说慢慢调调点的就是说比较麻烦就在这里啊像我现在我就只能说我大概 我大概给调小然后我还很担心说我怕另外一边的那个行被影响了对吧 因为顶顶尸我把这个形式怎么样的说说话家具同学啊你不要说我专门去把心里扣的说 练得多强啊没必要真的啊你真的说想把家具给做好对吧我叫你们去那个练那个什么 呃CD啊真的练CD因为CD的那个什么CD的他的话就是说画图吗对吧 呃就是说家具来讲他更需要其实是CD的能力啊 他对那个 就是说对家具家具对建模弯弯的就说你可有你可玩那个造型就用我刚给你的方法你去造型就可以了 但是呢你说那个啊或者啊那个 这个线看来我我还是随便调一调吧你没有时间的就慢慢调啊反正就这样子 必须保证就是说你看这个点跟那个点又不合适对就是很麻烦对吧 画重型那你但是很很尴尬的是什么了你用手绘很快就能够出来这个线然后只要你炒多人表达好对吧工程师就要画了 这个是一样啦我顶是ok了那你看我这边我又不行了 好那就不会不搞那么多了大概反正就这样子你看我前世已经我这边也歪了能看到吗 对吧画这个星期画星流真的真的麻烦说实话而且怎么说你有那个使用渐渐的膜不落物把这个椅子做好啊这实话对 真不骗你们因为我是过来的我以前经常玩外星啊然后那个对然后这时候需要画 把框打开对其实就是要构成那个 好那个下好你看这条线是什么下对顶是 顶是其实这正条线要按着一个曲率来做但这个东西我觉得 对暂时来讲呃很很复杂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你们练久你们都会 哎好吧把你也给关掉 看到了其实画这个行很就说他难你也不能说他很难但是画这个行他真的很麻烦 然后好那这时候你看到而且现在我是看这个看了其实很累这样子一个情况 好那这时候这样子 呃OK然后这个 OK然后这个我把我什么或者来了啊 然后这时候你看到一个曲面对吧 第一个那刚刚那是一个方法一个是拉出来然后反正就说 看你们个人喜好你们喜欢哪一个就用哪一个啊这个没有绝对但是记得要画对称 然后 几个图也要准备好不要像 呃我现在这样子说啊我这我做单的一个图这样子啊 就是最好是说啊我现在就这里你看我也是随便点正常千万不要这样子因为你画 最后 捉死了还是你自己就是说最后就画了累还是你自己 就说模型还是一步多好然后记得常 不断的检查好模型啊 然后比如说像这样我想原着上面这个曲率 上面这个曲率来走然后我就原着他这样子 所以说我这两条线我也要往前对 有点像一个跑步让他这样渐变就是说 平常你们去做那3D扫描的时候应该也有生存感受 我认为我认为你们肯定能了解就是说 呃看那个扫掠图吗 他曲率都顺着走你们见这个结构线的时候怎么样走 你们把这个形形想象成他顺着是怎么样的 你们这个东西就是说啊脑海里面你们构建很清楚就这种形状 因为如果是说你呃你作为一个就是说你不管是画图你还是说 你做设计或者什么的 如果你一开始画一个形 你连脑袋里面你都没法够想的 那 这个模型你肯定画不好 这个是 必然 好那中间的这一块我就 继续再拉一下 拉到那个屁股 这个会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一点 这个看起来 但其实 都不会舒服啊 你们肯定反正就是说这个形 没棒 你们说如果要问我说一次画好 呃 直接给你们讲不可能 直接一次性化真的真的不可能啊这个这个真的坦白说 如果能一次画好的话 那那 呃怎么讲呢 这模型 怎么样 一次的话好那真的很变态了 那我3D肯定是很强 好 啊 先总算画的差不多了 他这个我先尝到按你们看到其实我开始有这样子一个有这样子一个线你要看到 你看到了吧就是说 这个曲线你看到没有没有对到 像这些啊自己检查号有时候 常见 很常见的这个问题啊 那这些东西反正就是所以你们画的时候记得 把三个打开真的然后这些线记得画对秤啊刚刚那是一个 这个由于我是边想边画啊但是管他记得还是这样子一个好那这时候 两个点 我觉得应该大家应该能知道我我想做什么啊 好那这时候放来回智慧轨迹啊两个点 把这个线给剪掉对画的这么辛苦就要把它剪掉然后那个点在哪在线的上面 很很很费眼力对 好那这时候再下来双轨路径对就算我们这些功能然后发现他椅子只有两个功能啊 然后point 然后这个功能有什么 哪上顺着顺着选了 记得顺着选 中间你可加十条线没有问题 好这时候这个椅子是不是出来了大概这样子不要错因为 没有时间好好想啊 非常抱歉然后这时候也是要把这个面给 但是不一定能成功 不一定能把这个面给加厚 可以是可以但你会看到是不是很复杂 而且破面了 问题 这个问题就很常见 那怎么解决这个破面了 就是说我刚刚这个线不过顺 第一个不是对称 第二个你看到 正面破掉了 那我画肯定是 这样子 我条线的时候第1个我不对称第2个我这里我要多画一条这样子曲线懂吗 然后把它完成 所以呢就 对这个大概就这样这样的两种画法 啊 一直下面的话 其实就是 啊 我顺便给你 大概这样子画一下 把它开吧 然后 OK 啊 然后这个我弄保一点的房 就是应该保一点因为房本在破了 心里有个好处就是说你还是能把 变厚啊 然后这个行你们要慢慢调 反正就是这样子去画出来 然后这个你们记得 用这个功能的时候有什么问题 你们一定要保证这两个有 记得是什么问题吗 对 就是说 上面的这个点 跟这边你看为什么会折 第一个我左右没有没有成水平 就是说 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不管在哪一个是 就是说我从前视图和顶视图 我打开apps的时候你看到 哎这里 三个不对称能动吗 就说你要两个面接顺的时候一定要这一边两边就说左右第1个端点他一定是水平或垂直 那我现在我左右两边都没有水平就没有水平那肯定就说什么我两个面接起来那肯定是破面 就这样子 好那这时候我把这个给弄好那大家 换一下叫我换完可以吗 原谅我 好那这时候下来就是这个 呃 我看一下这个脚 好下面这个脚那肯定是木框再加了十字 那这些东西 那这个是一个完全木结构问题木结构问题通常是这样子 看你想画多细就画多细木结构这个东西 那就是有些东西就是 呃 不要看公司啊有些公司说 要就说白就说对 你想画多细很多手机 就是这样子但是有些细节千万不要下话为什么你的模型画的再好的时候工程师都没法用除非你们的软件是同一的好那这时候用到一个 刚啊对对对你的刚发一个发的一个对齐功能啊或者我是用便宜吧 就是说你的模型不管画的再好的时候 只要跟工程师软件不一样都不要去啊 对不要扣那个细节就是了就说建模只是那个你一个表达工具不要说我把模型建多好这个东西是炫技啊 的工作对你的设计一点帮助都没有啊这是我想说的 然后因为我看很多就说啊我花很多生日炫图但是你关键你设计不行的时候你图在漂亮一样是 还是还是等着等着人了吧那个那个头就很坦白的说啊 因为这个东西 只是说方便你表达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它是一个设计的一个很重要工具 因为建模的话反正我个人角度这样子就说反正能建出来就行啊要求不要就是说而且你除非说要么就说我能像工程师这样子建模就说我建的模型就是工程的模型 要么就是说啊对我就要么你要建的价值就是有开模角度有那个的对就说但这个时间起码都得七八年通常都得七八年时间 如果没有的对吧我建议是哪个呃对能足够你表达然后这个模型反正足够你表达就ok了吧就就这么简单 不要说我画的多多牛逼就是不要不要去什么高级建模技术我去练汽车建模 呃不是说不建议练而是说这个东西一点用的没有 这是我我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好那这时候我再画那个三角 然后这个角很多人会说之前我有 呃 这个角反正就拿这样几条线啊反正也ok了对吧 然后你看一下对不对称哪干该做什么了 啊弄上来然后打f打点f10了吧 打开啊 然后这时候应该是 这时候好受限他是对齐了 好那该做的事情也是这样子吧 回来这个控制图啊 好那这个鞋面也有了对吧 呃 功能我就不再说一个更加的我就不不会我我就不我后面不会再说啊 呃这个功能对吧用什么功能啊后来我也不会再说啊反因为 我希望你们把前面的那个给练好吧基础好然后我后面教的效率才会快 如果是说你要学一些就是说更负责建模技术但是你技术没长往好的时候 有时候不是说不想教而是真的很难教而且 呃本来一个小时能教完东西你却用了两个小时啊 这一点我是很反对的而且这个东西对 啊大概这样吧也讲讲多也没意思啊成年人 好那这时候就是个角对吧那这四个角他我看是竖的 那树的我就对那我画下一个圆吧大概那这个反正你也看到我没有画尺寸 歪了不建议一开始就有尺寸啊坦诚的说不建议一开始有尺寸有尺寸有什么好了对吧 呃 你要画有尺寸的时候你去用s universe对吧因为歪了反正就是说 有些东西不是那块料你不要让他去做那样的事情啊有点饿 说实话有点儿真的有点饿啊好有点大那就 一把一把好那开玩笑看一下啊啊反正你们有在当那个反微信你们我还是要那个需要点时间来问 30度太多了15度 通常倾斜角度的话只要能有五度的时候他都不会冷了五度五度其实也很够了其实正常讲五度啊五到十反正就是最多不超过十啊 然后拿这里品轻倾一下然后这个地方我大也是大概 再倾斜一下哎看到了差不多对吧好那这时候我们该做事情还是那样子来镜像镜像啊 然后大概就这样子放一放吧因为对这个 图片也不是说图片不清楚 呃怎么样就是说 反正大概的画出来吧反正就是说足够你表达非常就说 我炒毒画了一个这样子东西然后我现在想 不好意思啊 上载今天说一句话啊 然后就这样子啊反正就大概这样虽然说不是不是很像啊对但是不要太在意啊 反正就这样子好那个今天就会到这里啊因为现在你们看到就蛇情多了好那一个好谢谢大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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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